大家好,我是小岁,欢迎收看小岁解说三花扎 今天咱们继续国战,国战走起 那么先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可以算是一个大国作死 其实大国作死还是老生畅谈的问题 一会我们具体说 看一下选将 汪龙凤竹珠连闭很不错 那么徐胜泰词基本上就是玩泰词一个单将 徐胜反正是偏弱一点 那么主角是选择的这个珠连闭合 这个珠连闭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一定的这么一个绝地翻盘的能力 一号看了五号 前面我们可以看的快一点 前面好长时间没人量将 那么 这个二号三号都没动 四号离开了 四号离开了 然后五号也是没动 这我们主角也没必要动 刮装备直接过 可以了 扔了个桃子 扔了个桃子 扔就扔了吧 这个无蟹 我觉得没必要无蟹 他顺你应该会顺你的钱 一马 应该一般手牌 不一定会来顺你的手牌 然后八号拿了七号的狮子 三号直接忙了一下下家 忙了一下下家 反正不太像五 不太像五 主角扔了这个勒布斯鼠 问题不大 然后这个七号又把白石子顺回来 对这个白石子这么好吗 啊 顺过来顺过去啊 然后这个八号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白银被顺回去了 不爽啊 就是反正是直接还有砍记号里的 然后一个南蛮竹龙出来了啊 别人没人出来啊 没人出来这个竹龙肯定是 他应该是再会把南蛮放出来吧 这这么多牌 应该是打无蟹亮将了 然后竹龙打下家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你亮将了你就打下家 然后这个三号还是去砍四号 四号是离线了啊 这就是 反正他 他也没有打数过啊 数过亮了两个 他也没打数过 就跑去打一个离线的 反正路人经常有这种人 反正就是落井下失败 这也不能就一定说明他就是输货 因为毕竟这边竹龙挂着家 一了他杀杀杀不掉 然后许胖子出来放个万剑 放个万剑 问题也不大 但是你放万剑打不到蜀国啊 他就是想 看看有没有队友出来 这边腾甲这边八卦 你打蜀国你肯定是打的距离不高啊 然后二号还是去打这个离开的 然后这个离开的回来了 然后跳了一个飞鼠啊 飞鼠 感觉他特别特别像位啊 因为一直他在打这个暗将 他在打这个暗将 你要你即便是群雄啊 你即便是群雄你也 不至于这个这样 反正他又跳着飞鼠啊 跳着飞鼠啊 你说有两个蜀国 你要是自己是鼠 你打暗将就没问题 但是他跳的是飞鼠 你飞鼠你还这么打 特别像位啊 打出一个国家 打出一个国家 那他他也没卖啊 他这也不是也不是位啊 这边好像也不是位 那不知道他是在什么身份啊 反正路人瞎打的也非常多 也非常非常多 可能就是一个瞎打了 反正肯定是不是属了 他要是这么来说 他既然是瞎打 那他跳的是飞鼠吗 他这个既然是瞎打 他装身份的可能不太大 然后这又出来一个 下猴啊 其实刚才我觉得 这个祖龙啊 没必要救了啊 没必要救了 没必要救了 刘备 他已经是死人了 然后你祖龙你打的话 就打这个下猴 没必要 你就你打三号吗 他即将行动了 反正他他不是属啊 我用不被气 吃个位啊 你是个位啊 寻遇啊寻遇 刚才是 呃 觉得卖牌有点亏 还是咋了 没有出来啊 那现在就是大位了 那么刚才 这个祖龙就一直救刘备 救刘备 反正 还轮到他回合 还轮到他又分了两张牌 但是效果意义 意义真的不大 那么这是被冰了啊 被冰了 好好天度了 你乐一个寻遇 这个 乐群遇什么意思 然后放单白 让群遇给 给虚叔补牌 然后让虚叔去 去去裸衣 他还拿着青钢剑呢 拿青钢剑 你又 你这个八卦又不防青钢剑 你为什么不 不去乐 虚楚呢 这个不太理解啊 然后还去火宫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个 岸将的牌 这个岸将不管是什么 他即使是为他也野了 结果是个无果 看了一下岸将的牌 然后让张良 有选择性的去偷 不过张良也只能偷他俩了 那你还不如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对国的一张牌 你这个万剑放的啊 大家看他这个万剑放的 真是 呃 这个大国又作死 作到这张万剑上了 你看啊 你跟你这两个队友都一血了 两个队友都一血了 你自己没有逃 你自己又没逃 你还放万剑啊 你这不是作死吗 你这万一大死队友干 怎么怎么办 你看这个 肖渊也是不理解 你又不是说一定能打死 他有桃 有桃你不救 难道你是想去救寻遇 你这寻遇 他本身他有八卦 他能判 万一出红呢 再说他万一 他有闪的闪过去了 你的桃都是废了 在一个寻遇 即便卖血 他也没有什么补牌空间 你这我就不理解了 你又不是说一定能打死大桥 再说 你即便能打死大桥 他万一这边是 是周泰呢 对不对 你这 你累了 你这 你这大国 你这大国 你稳稳的打 你一点一点点 你这个 张良去偷牌 限制这个同盟国 限制同盟国 然后这边点尾下头输出端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稳定型的这么一个输出端 这边还有屈股吨狼 你这输出是绝对够的 输出是绝对 绝对绝对够的 再加上你还有这个 这个 胖子 还有 还有胖子 然后他说的是 他在刘台剧说是 以为你们有桃 你这为我哪来那么多桃 即便他们有桃啊 咱就这么说吧 你换一个角度想 即便他们有桃 有酒 然后救起来了 救起来了 真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 就证明他们 你肯定没闪了呗 那你没有闪的话 这边大桥的混合 他一行动 你吓唬不还是死 对不对 你放这个万键 又弄不死大桥 你让他行动 那边吓唬不还是死 再说 朱容这边还有个名单吧 那么你这样打 你先把自己队友的 桃酒榨干了 然后你只能说去赌 这个同盟国没有输出牌 这怎么可能 即便说大桥没有输出牌 那这个朱容的 这个难蛮是明的呀 难道你能保证队友 一定有杀吗 对不对 所以说 还是那个老生长难的问题 有史局一定要求稳 一定要求稳 像这种OE啊 连挪这种东西 你该扔的就扔掉啊 你看这一下啊 你放这个完键 一下打死了队友 你自己排扔完啊 然后 打死一个队友 打残两个队友 然后把团队的桃子都炸赶紧 这你玩的 你玩的不是三公杀 你玩的是无间道啊 你这 那现在这剩你自己了 你自己能有能力一为二吗 虽然说现在这个虚主张聊 好像是不是既能裸一又能 又能偷啊 果然是 既能裸一又能偷 但是 你这个效果也不大 你就是每回合偷一下 再裸一一下 你也保证不了输出啊 再说这边还有八卦阵啊 这边有加一码 这边有八卦阵 你即便是能偷到一个杀 去裸一一下 你也命论不了啊 对不对 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所以我反复说这个大国作死啊 大国作死 一定要 大家这个打牌啊 在优势局的时候不要浪 真的是不要浪 大国还是那句话 优势局一定要求稳啊 这个后边他二打一 他应该是打不过了 他就打我们这个主角一个人 他都不一定能打过 现在这些路人呢 这些路人就是有牌不出不舒服啊 真的是有牌不出 他真的是不舒服啊 你这个有牌他就要出 尤其是像AOE这种东西 反正在他的这个观念里 就一根筋啊 你卫国 卫国放AOE没问题 放A 卫国卖血 然后打线手优势 你打线手优势可以啊 你这到后期你再放 你这就是做死了 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啊 这个优势局一定要求稳 别的话 我们不再多说了啊 不再多说了 忘了提局啊 我们主角的 UCID叫做谭齐军啊 来自一曲无功能啊 感应着玩家提供的比赛录像啊 那么接着来看下一局啊 那么选择情况啊 还是卧龙凤出啊 卧龙凤出 主角比较不错啊 假许财文机也是不错啊 看我们主角最后怎么选啊 选哪一队都可以啊 我们主角最后选择的 卧龙凤出啊 主角的UCID叫做香香叫做人啊 来自378区啊 感应着玩家提供的比赛录像 嗯 吴龙凤出 然后 呈相啊 诸葛成相 首亮啊 嗯 然后这边只有直接打无蟹 跳跳飞鼠啊 跳飞鼠 那他这边跳了一个飞鼠 我感觉我们主角没必要 就这样 直接就跳出来了 他打无蟹 你就让他打无蟹呗 你也没必要反无蟹 你这亮将出来 就是给反无蟹 你这给反无蟹 因为这个路人呢 很多路人他就数人头啊 数人头你两个 两个数了 你两个数了 他就 就打你再一个 你看这个六号位 六号位他直接 他给这个助量 打无蟹啊 你说一个单柱出来 他有什么差 我一点差我没有 但是他还是要打无蟹 这就是有那种明向情节的人 就喜欢杀明将 你这样这种人 你这样再出来 你这就让 还让别人数人头 你这 个人感觉真的是没必要啊 那么现在是出来了 呃 哎呀 现在出来三个位了 刚才还是二位二数 那现在三个位了 这个嘲讽 应该是在魏果身上 直接四个位啊 直接四位已出 看落鬼阵啊 落鬼阵 没过多少张牌 然后冰上 冰上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这他一代老 你直接 你这张的一代老板 你这给这个草皮打无蟹 哥们感觉没啥用 你这又不是国无蟹 你现在被翻面了 你这手牌非常珍贵啊 你要这样打无蟹 你给灯爱打一下无蟹 你不想让他吞钱 你给灯爱打一下无蟹 再一个 或者你可以这个真机打一下无蟹 毕竟这个真机 虚广 他后晚牌 他下位后 他能比应什么的 你这一个 草皮脏霸 他没有任何用牌能力 你就让他 一代老板 反正他越一代老 他这个牌越少 关键是 你现在被翻面 你这被翻面 你还这么高效率的浪费手牌 你也不是说一把 全都是黑 对不对 你这黑牌还是有限的 你这个无蟹 留了这一两轮 你去无蟹 也关键性的技能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边救了一下 这个 不管他是不是属 也应该救了 现在因这个大卫过了 已经 你如果不救的话 之后可能不好打了 又出来一个数 飞格 飞格威延 可惜飞格牌不多 他 这个 刘沛估计 第一回合要知道是 有他3D在 直接 直接那 那把牌全给他 估计他 这个 飞格早了都已经爆场了 然后 这个 先吃祖国 先吃祖国 出来 看能不能 干掉一个 干掉一个 或者是几个 这送个 这送个难瞒吗 人得一个难瞒啊 人得一个难瞒 不过 他也不知道 他敢放 不管 其实也没啥不敢放 应该是顺乐 顺乐 顺乐 然后给 给我们主持人家贴上 其实我觉得 他是给 周瑜贴上了 他估计想着是 一会儿 这个闪电啊 把我们主持人家批词 然后刘沛被翻 刘沛被翻 他动不了 然后 这个 飞格 凭裸摸 他也干不出来什么事啊 所以乐了 乐了黄盖啊 只有黄盖周瑜的 这个 过票量非常大 这个思路 倒也行啊 倒也行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们是奉处啊 我们是奉处 结果没有杀啊 无奈 无奈 烟命之则 聚火重生 批之前 是肯定不能亮的啊 不然这个司马 他就不批了 对手 咱们 灵魂之刀 去 arn 为国有没有桃子 有桃子一定要救啊 但是这 为国这么穷啊 一个桃子没有 然后收上了一张 南满 这样南满 应该说是非常关键 现在对付这种大魏国 对付大国像这种 还是比较实在的 毕竟现在就 就司马这一个卖血 这两个都不是卖血酱 虽然说都散血 但都不是卖血酱 反正他们没逃 直接排这么多烧死 可惜的是 没活啊 除了这个藤甲 这个藤甲 还不能当贴索连出去 一会儿还要利用一下 这个藤甲 可惜是没梅花 不然全给锁上 这连上烧自己 带走真机 当然先带走真机也行 反正真机虚幻的爆发能力 你不把它弄死 也不行 这个留着张合 它没有什么爆发能力 结果收上来 有梅花呢 这直接就给 是以自爆的形式收场 这也非常不错 看到这个 行云流水一般 可惜就是梅花太少了 不然早就 早就结束了 这个 无能凤除 这个爆发收场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着来看这局 这局我们主要的 有些低的做 郭佳佳佳 来自3789 感谢佳佳提供我的比赛录像 那么 看待这个出奖情况 应该还是选这个 周连闭合 这个 孙策和二章 感觉有点弱 我们看主要怎么选 主要也是想得的 这个窝能凤除 今天看来是 窝能凤除专辑了 随着周连闭合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 你出生在七号位 七号位 这个 比较靠后 比较靠后 直接一号挂藤甲 空喝一个九 二号 这是拼了命的 搞一号 这是什么节奏 感觉这个二号 非常非常像位 你如果不是位的话 你没有必要这么 这么这个打击 这个一个三血匠 还是挂藤甲 这一个卖血匠 挂藤甲 然后 这你还不是位啊 你不是位 你这何必呢 这你这个盲上架 就看不明白了 那他杀他 他肯定是位了 这个他真是位啊 他真是位 他其实 他是想装一下身份 你装一下身份 这个 看 这玩砸了啊 玩砸了 这个你装身份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你装身份 因为现在大家玩国战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这个你装身份 最好是 在队友知道你的身份情况下 你再去装 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比较稳妥一些 因为他不像这个国战初期啊 最早我们玩国战的时候 大家玩比较少 这个经验不是 不是太多啊 那么你可以 按着装下身份 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 现在大家玩这么多了 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去压暗将了 很多人都知道去压暗将 但这时候你再按着去装身份 效果 不是太好啊 也比较危险 当然如果队友 用知己知彼啊 或者什么东西 你能知道你是自己人 这时候你再去装 这时候成功率就 可能会高一些 那么这个 这个大嘴刚才好像是 没有射啊 不是 没有一直射啊 用的是双头啊 因为大卫国 他才去射 不是太好 然后诸葛出来了啊 直接火杀 火杀的话 你看你这 卖血匠 你挂个藤甲 你这不是 引火上身吗 这个邓爱啊 他应该 他这个桃子不应该吃啊 绝对不应该吃 把这个桃子让曹丕收走 让曹丕收走 救曹丕啊 这时候应该保曹丕 因为你这个 你邓爱虚晃啊 你你自己留着 留着你这个虚晃 邓爱虚晃 这个价值 比这个曹丕要 小得多 曹丕是一个团队型的武将啊 你让你这个 邓爱虚晃啊 在打团战来说 比这个曹丕要 弱得多啊 即使说刚才这个曹丕第一轮 他自己空喝了一张酒啊 他自己空喝了一张酒 那么按一般逻辑来说 这个他自己空喝一张酒 像卫国这种外邪武将 他应该剩的是 还有酒或者是桃啊 但是你不管说是 他有没有酒和桃 你都应该把自己这个桃送给他啊 送给他 因为你现在大卫国大卫国 你现在大卫国出来了 然后你大卫国必然是早打的 必然早打 然后你自己求逃 都已经求到你自己了 证明你的队友是根本没有逃的 没有逃的话 你就是保你这个团战型武将啊 团战型武将 再一个你这个 你现在大卫国被打 你现在大卫国被打 那么你反正你把你自己救起来 你还是要被打 然后这个曹丕他很大可能 刚才说了很大可能他有酒 他有酒他救起来 他要再救起来 那么别人再打 你把这四张牌再送给别人 你不如就把这四张牌送给祝亮 反正对你卫国的威胁应该是最小的 这边还有卧龙啊 你如果让卧龙 把这四张牌收了 那可能对你们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再一个这个六号 还是一个暗将 暗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什么有有什么用牌能力的武将 反正他肯定不是为了 他即便是为他也也了 你让这些人去收那四张牌 这个效果可能就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效果了 那么我们主角是 你看这个六号也说应该把那个桃子留给草皮 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啊 你这个大卫国 你已经出来这要被打了 你这个灯爱单吃个桃 你囤一个田 你在这里你一张牌没有 你别人一打 你不还是死 所以说与其都是死 那你不如就把这个 你四张牌送给一个最没有用牌能力 对你卫国威胁最小的助量 这是最划算的啊 这个大家玩牌的时候一定要会算账啊 在一个你这个草皮这么怂的一个卖写的时候 你这么怂的挂藤甲也是醉了 你结果招来自先是自己的乌龙啊 先是自己认的乌龙 然后最后还一还萤火上身啊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中文主角也是一通铁刀链环 然后稍稍稍啊 这个乌龙凤厨啊 今天这个做个小专辑啊 算是一个小专辑 那么这堆土还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